西藏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我今天站在這裡就是為了這件事情而已 CREME TEAM 好 但是你可以自己 你如果覺得這樣一點都不... 好 參加西藏自由音樂會不只是國際化而已 而且還是你自己獨立的一個機會 西藏是一個很美的地方 然後那邊的人文 那邊的文化 那邊人的感覺都是很美好 而且很獨特的 那他現在在這個世界上過得並不輕鬆 就是有一個很強的政權叫做中國 一直在打壓他們 不管是文化上的 或者說用殖民的方式去衝蛋他們 或者是直接開戰車進去鎮壓 就是各式各樣的事情都做了 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然後爸媽叫你這樣也不想 叫你那樣也不想 政府就是用一模一樣的態度 告訴你說 反正我把你錢處理好 你可以賺錢 剩下你都不要管 我覺得現在台灣年輕人需要的是 對政治 對政府的叛逆 而不是對家裡人叛逆 對家裡人叛逆簡單多了 但是政府對你的壓迫 對你的管制遠大於 家裡 所以我覺得這一天 你如果覺得你自己很叛逆 你很不爽 不管對什麼事情很不爽 對家裡很不爽 對社會很不爽 你最大的叛逆的機會 其實就是來參加西藏自由運輸會 因為這一件事情 跟國民黨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因為對西藏的態度 台灣人跟國民黨的想法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你要表現你自己獨立的機會 而不只是西藏獨立的機會 是你自己從台灣這個專制獨裁 跟封建的思想裡面獨立的機會 所以我希望所有更多的 不只是喜歡這些樂團的人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的是 今天參加這個活動表演的樂團跟藝人 沒有屬於任何政黨的人 他的樂迷也都來自不同的族群 但是今天我們所有的這些藝人樂團 跟所有的樂迷朋友 支持者 志工朋友 大家都為了同一個理念 就是支持自由民族人權 這不是價值 大家願意集結在一起 台灣的青年要參與國際事務 是一個很棒的機會 要參與國際事務 你有沒有舞台 你沒有舞台嗎 我一直跟這些年輕人講說 西藏的議題真的是一個很好的舞台 為什麼 西藏的議題是國際間非常主流的一個活動 譬如說我只要舉幾個例子 譬如說 Students for Free Tibet Students for Free Tibet 在全球有500個chapters 500個分會 在大學 高中 剛剛才知道說 主辦單位要我想一想 為什麼要來參加的理由 那 老實說我想不出來 但相對的我也想不出來 為什麼不參加的理由 我想不出來 因為 既然我們在台灣這樣一個 號稱民主自由的社會裡面 我們有思想自由 我們有言論自由 我們有行動自由 我們有信仰自由 可是我們卻選擇不來參加這個活動 不支持西藏獨立 不支持西藏自由的話 我覺得 這是一個相當不協調的事情 我們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當我們在號稱 所謂自由的時候 我們在參加這樣一個活動 我們卻必須想很多 我們卻必須去步慮很多事情 這是我們必須去思考的 思考 就是不管他是哪一國人 我們有沒有一個制度 就想說 台灣可以接納一些 在他們國家被壓迫的人 那我們可以接納他們 就是全世界國家都有 這個政治庇護的這種措施 或是這種機制 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那現在歐洲國家 你看他們接納非常多的 他們叫 就是政治屁股嘛 那台灣沒有一個機制 但我們是認為 應該制度化 對不對 就是說你制度化 不要想說他一定是 喔 今天屠博人抗爭 我們就去解決屠博人 他明天就是誰抗爭 那這樣其實是不對 我們應該有一個制度說 什麼樣的國家的人 合覆什麼樣的條件 我們接納他們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趕上 世界上的這個文明的潮流 就我剛剛講 這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潮流 其實他不是用納稅人先養他們嘛 就是我們 我們你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說 我們如果他如果得到居留權 唯一的這個福利就是健保 我在想 我猜啦 但是我還不是很確定 他們能不能有健保 那我想健保的制度 其實是一個保險的制度 我們總是希望說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 每一個人都能夠 得到基本生活的這個滿足 那這個不是說 你今天是 譬如說你是大陸來的人 或者你是緬甸來的人 你就應該 你就不能享受 因為享受它的原因是 因為這樣子社會才會和諧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社會裡面 有一群人是被忽略 然後他們因為生活非常困難 所以這會影響我們整個社會的和諧跟治安 對不對 我們要把這一個聲音 讓全世界的人都聽到 讓當天在印度山區 紅髮的達賴喇嘛也聽到 還要讓現在正在跟中國抗爭的 這個東圖爾西斯坦 也就是新疆的人聽到 我們是站在 跟他們站在一起 站在自由民主人權這一邊的